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意趣园 我们这次要来做像鱼子一样的果冻奶昔食丸 看一下制作的材料有哪一些呢 有三包粉末包 基础的粉末 做果冻的粉末 和做奶昔的粉末 还有吸管、滴管和托盘 好了,我们开始制作了 先来做基础的溶液 水加到第一条线的地方 用到的粉末是这一包,基础粉末 哦,刚才加的水呢,是常温可以喝的水 搅拌均匀之后会发现粉末都消失了 变成了水的样子 第二步呢,我们要来准备做果冻的溶液 水也是加到第一条线的地方 倒入这一包粉末 看样子是紫色的 同样把它和水搅拌均匀 我们挤压一下滴管 把空气排走 这样子溶液就会自动的吸上来了 哇,接下来的就很有趣了 我们可以看到鱼子果冻一颗一颗的形成了 就这样子把它们滴到水里面 就会形成小果冻了 好神奇啊 还可以挤成一条一条的果冻 像面条一样 做出了好多好多颗紫色的小鱼籽 也像一颗颗小小的葡萄 我们先来尝一尝这些小鱼籽的味道 嗯,是葡萄味的 吃起来很好玩呢 咬泼之后里面的水会出来 真的很像在吃鱼子一样 好了,最后呢 我们要往里面加入这一包奶昔的粉末 同样是搅拌均匀 搅拌的过程 我们看到慢慢的有泡沫产生了 很像抹茶的奶昔呢 也有点像抹茶的酸奶 把下面的果冻都盖住了 把它们捞起来 搅拌久了之后呢 泡沫就会消失了 变成了水的样子 喝起来是葡萄汽水味的 还挺好喝的 好了,这一期的食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 还有关注我们的频道哦 看看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那么麻烦 看不透的 你可以进行